首先第一个要谢谢法院还我们的公道 因为伪造文书案经过三四年的缠送 其实法院已经判定我们是无罪定验了 就是不起诉定验了 然后他自诉也被驳回了 所以也请大家媒体帮忙不要再用伪造文书这个 那今天来的目的主要因为我是证人 也因为他诬告我们我方是我跟华妍是伪造文书 我们也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呢他被检察官提起公诉罪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用证人的身份来还原事实 那至于他为什么要诬告我们 那当然要请法院自己去做一个审理 那我也希望他好好面对司法 那因为是公诉罪 我个人但基于过去的情谊 我也不能说什么 对我也希望他能好好的 让大家一起面对未来 老师那今天你们两个有对到话吗 好像感觉他情绪不是很稳定 他一直都是这样 我觉得没有对到话 但我们就是还原事实而已 那如果大家有在现场听 其实我是还原当年的事实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三个一起签到华妍 所以也签了合约 但是事后他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发展 他抛弃了我们跟华妍唱片 我们也都同意他了 对那他离开以后呢 去来反告我们诬告 所以我们也觉得莫名其妙 那好险因为这个笔记鉴定 科学鉴定都已经出来 是他本人亲签的 所以也还我们的清白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希望他好面对司法 风产传媒 FTNN新闻网的朋友 大家好 时间过得真快 风产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 忠心祝福 生日快乐 健康吃肉体 也期许 风产传媒不但突破创新 善用新媒体 新力量 和国人同胞 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福 工作同仁 万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风产传媒诞生了 一路走来 我们无畏辛苦展现专业 让FTNN新闻网 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 我们无畏付出展现创意 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 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 风产传媒 感谢由你